我的几个徒弟全力丧在我的手上 都是因为你 我现在就让我陪他们去上路 他回中 limite 都走 好 首先 练双 啊 秦少尚 你这人到底有多大能量 连魔药对你居然也没用 千古道理 邪不亲政 现在你我任何一个人 都不是他对手 杀不了他 我们谁都别想出去 说的也是 他们要炸地牢了 他们是在毁灭罪证啊 大能家的 别担心 我们来救你来了 双声 咱们隐蔽 宁最后 宁最后 看来我们两个 谁都没力量 打得过这个九幽神军 还记得我的剑法吗 当然记得 因为在七庭九四 弹琴论剑一夜 永生难忘 那我就来一个双剑合璧吧 我早就想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合作一次 吗 那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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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狗 洞口打开了 他怕光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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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瞬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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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好像听到琴声 逆流而上 迎风而去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要是报仇还有意义的话 你杀了我吧 你为什么不动手 我问你 如果你能活着出去的话 你会怎么做 要是活着出去 我还是要我想要的东西 权势 对 权势 可能你觉得权势不重要 那是因为 你早已在江湖上 拥有了你的权势 而我 养之天文 覆察地理 忠小人和 明阴阳 冻八卦 小奇门 知遁甲 运筹帷幄之中 绝胜千里之外 自比管仲悦意之嫌 却不能施展我的才能 还有婉晴 我必须出将入相 才能配得上他 可你 一直不死 总是挡着我 真是造化弄人 到头来 我还要死在这个活死人墓里 即使我死了 你还是挡着我 这么说 你就是死不悔改 七大侠 我问你 假使现在 我们两个只能活下一个 你会让谁活下来 我活下来 这可不像大侠的话 顾西招 我跟你说 魏国立功 反戈一击 作证揭露副宗书 我们的仇恨 还待日后再做了断 到那时 你即使死 也会死得心安理得 好 你要是我能活下来的话 我就相信天有眼 我就悔过 按你说的 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好 那跟我来 咱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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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是忘了这最简单的法子了 溺水寒剑切金断玉 自然也切得了石头 出去以后 做完你做的事 我就杀你 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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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在 打大家呢 我只要杀七少声 你不要逼我杀你 我要把你当作见面礼送给副宗书 顾鲜赵 我再一次看错你 我很佩服你 可是我走的路和你不一样 你耽误我的路 我不能不杀你 是你 无情说 有人会帮我们 可是我没有想到是你 可惜 让姑娘 很相信 还推荐 有点 会 有点 真的 没办法 没有 下 每个月 都 相爷 是跟我讲过同样的话 不过后面还有半句 哦 相爷对我说 你是个人才 把齐少商的手机 和剑给我带回来 可是我没能把齐少商的手机 和剑带回来 罪有应得 不过 我把九幽的命带来了 古西昭明白 相爷离开大牢对我说的话 既是责备也是给我机会 按相爷的意思 是要我代替九幽 毕竟九幽 是被相爷逼迫着做事 我顾西昭不一样 我没有看错你 要不然 相爷早就把我变成要人了 还请相爷 再给我杀齐少商的机会 我这次找你来 不是让你去杀齐少商 而是要告诉你 溺水寒剑里的秘密 让你选 你做还是不做 相爷的意思是 我要黄袍加身 来 我给你讲讲故事 讲讲历朝历代的皇帝是怎么来的 那都是充满着腥风血雨 巧取豪夺 成则网 败则寇啊 我们现在只有 让辽宋再起争端 重新开战 国事健威 才好火中取利啊 好 来 搜 辽邦好战派元帅 萧天佑南大王元帅 已在边关陈兵四十万 就等着我们 在大象国寺核心典礼上刺杀辽太子 刺杀辽太子和太子妃 是为了激起辽邦人的愤怒 萧元帅一等事发 克日难亲 战时一起 大宋江山历史风雨飘摇 而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 要有一个人带领药人 去皇宫绑架皇帝 让大宋朝无军无主 这便是溺水韩剑里的全部秘密 那个去皇宫绑架的人就是你 你绑架皇帝的时候 你养冒虐会得很快 히 ui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绑架了黄继以后 必然会引起大宋军民 对辽邦更加的仇恨 我已经密令边关 夺取好连大将军的兵权 放纵辽军占领燕云十六州 让战事更加的危急 国不可一日无君哪 而此时能领兵抗辽的 也只有我副宗书一个人 就在大宋上下 渴望着我副宗书带兵抗辽的时候 被绑架的皇帝就下了一道诏书 把皇位让给我副宗书 而那些硬要我坐江山的大臣和将军们 一定会把黄袍架在我身上 这大好河山就是我的了 原本是逢场作戏 没想到弄假成真 这都是朝中那些能治天下大事的大臣们 硬要我做这一道乱臣逆子 干下这大臣不道之事 奈何 这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呀 你说是不是啊 你是个人才 我很高兴没有看错你 婉晴那边我会去听你说 让他彻底忘掉过剧 和你重归于好 这俯虎堂都是你的 这相国府也是你的 顾西昭只想为主公肝脑涂地 不敢有陈高车死马的非分之想 你有出将入相之志 礼当举止 我还等着为你登坛拜相 挂应风帅呢 你做不做 其实啊 这一招啊 在你的兵法战书七略里 早已经写到了 七略 是本好书啊 主公 主公 你叫我什么 今日叫主公 明日 哎 只有把今日的事情做好了 才有明日 去吧 又要血流成河 万古成枯了 不要让相爷失望 晚晴回来了 晚晴回来了 每日里他痴痴迷迷 累索两眼 每天吃饭 都有摆两副王筷 你是隔日再去见他 还是现在就去看一眼 晚晴 你思念的人来了 我让你跟他见上最后一面 王后 你注定再也见不到他了 啊 我和你去哪里 怎么回事 好 西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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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们让我出去见我相公 让我出去啊 西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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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生三十六祥以后 关里就要开始了 咱们分头去找要人 记住 他们的记号是断职 走 走吧 我们到这边 好 我们到这边 哎呀 啊好事啊好事啊 來來來來 好好好 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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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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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你别哄我了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我就是喜欢你生我的气嘛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像小狗一样的 给你咬尾巴了 我呀 永远都不会生你的气的 我总是很害怕 一天到晚提心跳胆的 生怕一不留神 你就给人害了 你都不知道 姐姐梦里想醒过多少次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是 小玉 现在他们都不在 正是走得好机会 你跟姐姐走吧 不 我不走 你要再不走的话 你就真的要嫁给那个辽太子了 我愿意 小玉 你千万别骗姐姐啊 你是真的喜欢她 还是 只是想救姐姐和七大侠 我虽然不像姐姐爱七大侠那样 晚清姐姐爱顾西招这样子 爱得死去活来 可是 我 我 我喜欢和她在一起 那我更要带你走了 喜欢跟一个人在一起 跟她嫁给她是不一样的 姐姐 我已经想好了 我愿意嫁给她 我愿意跟她一起走 不行 我不能把你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去木无亲 连他们说话你都听不懂 她说的话我能听懂不就行了吗 小玉 你真的喜欢她吗 她可是个契丹人呢 姐姐 如果她愿意和我们化干阁为玉帛 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捍卫和平 那她是契丹人又怎么样呢 你 小玉 那个地方可没有春天呢 有的有的 她跟我说过 春天一到 一出城门 到时候都是牛羊和绿草 一眼都闻不到边呢 我恨不得现在就去看一看 我必须带你走 跟我走 姐姐你放了我 去京城的路上 黄精灵一路地阻杀我 是她挡住了他们的剑 她说她愿意为我死 姐姐 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过 七大侠 小玉 七大侠 终于又见到你了 没想到 你就是和亲的公主 是啊 七大侠 我是王昭君 我是蔡文姬 谢谢您 大宋的黎明百姓 也会谢谢您的 我走了以后 你和姐姐会想我吗 小玉 我们一定会去看你的 可远呢 多远我们也回去 小玉 服从书的阴谋 就是要破坏你们的婚礼 我想你和辽太子 现在生命都有危险 要不你去跟辽太子说 不要在这儿就行婚礼了 不 姐姐 我已经穿上了结婚的喜袍 外面也已经古月升天了 我不想像你这样 等一场婚礼 一等就是五年 好吧 小玉 我和你姐姐先出去 护卫你的婚礼 铁手没死 铁手没死 铁手伤 铁手没死 四大命部全都来了 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是啊是啊 告诉他们 等三十六下钟声响后 公主和太子一举杯 就下手 天天内发现了药人的尸体 四大命部找到了炸药 炸药被排除了 看来只有让药人与其受伤 和四大命部 同归于尽 将每个药人身上 昆帮上炸药 药人减成一寸 三十六下钟声响后 扑向辽太子 就算是气烧伤和四大命部 神功无敌 也能阻止 就算是钟声不响 使陈一道 听我号令 就碰过去 是 店外人多操作呢 要人告诉昏迹其中很难发现 气烧伤和西红磊他们还在找呢 二哥 僧院的进军和各洋门的捕头 都已经到了 好 请大象伯子的方丈来 叫僧人们相助 庙顶之上三十 地下三十 所有大小餐房 殿堂 全都搜查三遍 是 好 吩咐各物 包括红炉寺 大力子的兄弟 不必磕等 马上给到这里官里的文武百官下面 所有陌生的 叫不出名讳的官员 二哥 朝里带联系 开封府大牢玉卓顾兮招拜上 今日举国大喜 要奉红包同喜 如若不然 让和亲大力血肉鸿飞翻天覆天 这是顾锡昭醒来的 那些药人和他们手里的炸药隐性 只是想吸引耳朵注意 逆水寒剑中还有更大的秘密 我和齐少商都是戴罪之身 你们把他交给我 我就将如何找出药人的办法 和刺杀辽太子的招数 无论具性告诉你们 顾锡昭要干什么 三十六下终生一想完 他们就攻杀辽太子和淮宇公主 我只要齐少商 我要和齐少商单独决斗 让齐少商按我说的 单独来建国 现在已经是十三下 叫齐少商来 齐少商 把这带上 把溺水寒间握紧 你只有一个人 顾锡昭以一代劳 我们不能在附近看你 我们要在这里查找药人 同时也在等你的消息 你知道顾锡昭也能控制那些药人 你若不去 他会控制隐藏在这里的药人 提前杀人 这个是四大名捕的遇刺平乱爵 上查满朝文武大小百官 下查民间百姓三教教 普天之下见平乱爵不见军 如军亲民 可随时随地调动当地的官府 施法仓储 你拿着 也许用他掌握 拿去吧 你得替我活着回来 见西红妹 这是我对他 唯一赎罪的方法 我先走了 四大名捕的规矩 不可以把平乱爵 交给四大名捕之外 任何一个人 我厌倦了 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现在拿着平乱爵的人 就是四大名捕的人 我明白了二哥 你是想让秦少商接你的班 让他做四大名捕 你想做的事 是要带着傅晚秦远走高飞 对 对 有人要挨打了 打 打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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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打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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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四大名捕鱼子的平乱爵 上查文武百官 下查民间百姓 平乱爵一出 如军亲礼 我宰了你 我宰了你 大家别在意 这个人是我们家相公 患了疯病 天天说要杀痛疗的汉奸 现在找不到汉奸 他就拿自己乱杀乱砍的 你们看他这个样子 像个正常人吗 对 我是玉皇大帝霹雳大仙 你们就杀了我这个汉奸吧 相公 快跟我回家 你们大家让开 别看了别看了 走吧走吧 狐狸 你怎么会 我来的时候 铁手他们已经抓到了 几个药人 现在四大名部 正在试图唤醒他们 这样 他们就能说出 其他药人在哪儿了 少商 跟我去大抢国司 你答应过 要保护小玉的婚礼 我正在做 冒死做 走 我们大辽和亲使平昭王爷 蒙大宋皇帝召见 此次过来进宫去陆院见驾 请带路 你们来得够快的 下马 大宋皇帝念及我家王爷 北人以马带步惯了 特次许带刀带马进宫殿前行走 以示辽宋何谈诚意 人人得知 我们只知道大宋有个骑马带刀 不许带过殿前行走的 八王爷好连大将军 见过八王爷好连大将军 我们家平昭王爷 昨夜与好连大将军饮酒 此事有些宿醉 你们大宋的皇城 还真是好气派 两位王爷还是先到太夜池 行行酒到五龙亭挂号 由大内护卫和总管们 带着去见驾 站住 东华门是闻关走 西华门是武将行 你们算闻还是武 走西华门 请 请 这 平章王爷好连大将军 好连大将军 我只接应到这儿 这些人不是大内护卫 是相爷府上的亲信高手 说起来 他们都和冷忽儿先于仇齐齐名 留下他们宫里调度 现在宫里的大内高手 大都到相国寺给四大名堵帮忙去了 没剩下多少 分散在各处 分散在各处 我走了 过了太夜池就是陆院 皇上正在那儿 走吧 好 好 你姓赵 做皇帝这么久 从来没人这么问过你吧 好 奇怪 七少商仗着我传给她的浑原仪器神功 以正克协 压制了九幽的万咒归流药物 才没有变成药人 怎么我用同样的方法 却救醒不了这药人 难道七少商的内功比你强 二哥 又来信了 七少商没有一个人来 西红类还在 七少商不是单独一个人 我不会献身 不知神侯府的四大名鼓 谁在偏殿里呢 铁二捕头 无情大捕头在 冷血四捕头 还是抄着手抱着剑 装模作样 追命三爷 还在仗的腿脚块 查找要人 要是大象俄四被掀上了天 都是七少商害 现在终生响几下了 呼呼 二十六下了 你们不言解没就是明白我的意思了 变河派 石桥上 我等七少商决战 你找到了 我拨除了 这是你 变河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办 在于池子 酒油给我们服的 不是什么万咒归流魔药 我们解魔药的毒 也不是什么混元仪器神功 那根本是没用的 我觉得傅从书 齐心不再大想活死 他们制造暴乱 是为了分散大家的注意 顾兮昭没有来 他这么做是有意要把我们引开 少商 我们刚才遇到那些辽邦马队的时候 他们就从皇宫大内出来 辽邦马队 快回皇宫 皇上可能会有危险 我们中计了 还是没有其他药人的踪迹 还是没有其他药人的踪迹 气朝章那边有消息吗 没有 他到了汴河就走了 然后便不知方向 走 怎么回事 寺外的百姓都拥进来了 本来成千尚望的百姓都在大象国寺外为官 现在辽太子为了表示和大宋民间的亲近 特请百姓进来管理 这下更难找 更麻烦的是 一旦引起骚乱 人几人无法控制 不堪设想 这场和清大礼就被毁了 三十下 三十下 这里转眼就要血流横飞了 二哥 先生来了 先生 对 先生在后山门等你 终生三十六响之后 他们就行动了 现在还有多少响 终生每隔一刻鸣一响 三十响了 还有一十三刻 一起跟我去见副总书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 我只好跟副总书亲自面谈 让他放弃这一切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动手把他给杀了 逼迫副总书放手 你的代价就是杀害打臣的恶命 我明白 可是先生也难逃其罪 日后 朝中没有了你这样方正的领袖 不知道朝纲会怎么样 就怕是 副总书的遗毒 为天下苍生 能避免战祸荼毒 故步的将来 只能过眼前了